这次我们会集中一下就是医疗股 因为它明显有异动 就是主要生产和销售骨科的殖入物 1789外刊医疗 你看估价今天明显急速跌下来 跌下来超过9% 现在是7.82%的水平 开市之前彭博引述销售文件 主要股东之一 Orbimac计划出售2500万股 作价每季是7.78 比上收市价质量低一成 而高盛就是这宗交易的Blockrunner 就是账簿的管理人 你看看中期报告 本身这个股东拿着公司是7,500万股 持股量7.19% 分量不少 但我们又找到 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开市之前又未见有大手上板 去到下午2.45分 但成交股数都只是1,355万股 即和2,500万股 很明显有很大段的距离 但又未见上板 接着公司又没有出通过交代 SDI应该就没有那么快知道股权的变动 但股价已经明显了下去 兼斥低位是下距离 即是质守过股价的水平 昨天才是创新高 已经见到或者闻到股东 就是股东会想着减持股价 所以不怪的 今天的股价上 猜不猜到空手是谁呢 空手我觉得 因为其实他已经本身 你说今天跌下来 我觉得就是昨天炒了上去 昨天炒上去 可能有些炒加跟炒 还有也是一个典型的 你说林配股之前 通常人们都喜欢 将股份炒高 但你说今天还未上板 第一是等收市 那P本会不会上来 第二就是 我再翻查资料 其实早在过几两个星期之前 有个五千万股的转让 也是大股东 转让给Hillhouse的股价 应该是没上板的 因为你见过往一个 过几两个月 最大成价都是两千万那天 其实有机会 可能是他的板 未必一定会上板 但按照计他现在这样公布出来 可能是有机会 今天上市 收市之后才看到的 但这个情况很奇怪 当然是 你业绩这么漂亮 走势这么强劲 为什么老股东 或者大股东都沽货 刚才響米后 都跟Stella康聊 或者真是赚够 沽了7500万股 现在沽了2500万股 其实已经是抵抵抗 所有成本 因为他上市的时候 只有两个多 应该我没记错 是啊 两个两红四 没错 如果他7个多 甚至8元这些位置 其实这一批货 已经可以清掉所有成本 我觉得是合理的 现在剩下的那些 其实是放在那里 等一间公司 如果真是 继续好像现在这样 增长的话 其实他仍然是赚得很多钱